二壘上直接會有一位跑壘員 是上一局最後一位出局數的 這個選手啊 想辦法把陳思仲送過去 点 投手接球之後呢 看了一下整個選擇來傳一壘 成功的犧牲短打 推進陳思仲上到了三壘 這一球切到在右翻邊 落點非常巧 沒有藍打出現 三壘上的陳思仲回到本壘 攻下魏群龍的第四分 這壘個球就算正常守備 我想也很難在落地之前 把球給接到 真的 哇剛好就在這個一二壘手後方啊 右壘手的前方啊 就是並沒有打好 稍微有點切到 看拿木漾的反應就知道 不過落點巧妙 安打就是安打 打下了魏群龍的第四分 4比3